陆寒陆寒最近因为退出综艺,也是被人黑了一波,说是有一位节目组导演,在朋友圈指责陆寒没有一得,觉得他退出时为了陪女友去日本旅游,这也太扯了吧,很快也是有人证实了。 当初陆寒接这个综艺,就是因为和导演关系好前来就场,而且签约也只签了几期,如今合约到期,录制完成很理所当然的事情,有什么可说的,这不顾被黑了一波也是很无语的,刘浩然,刘浩然其实平时除了拍戏录制节目等一些事,也不会过多的去做些什么,有点宅,他是很受女孩子喜欢的,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女演员都想认识他,不过血气方刚可能总我管不住的一次, 幸好陈思诚夫妇给他管得特别严,对他严格要求,未来的发展绝对好的不行,爱情公寓,爱情公寓挂羊头卖狗肉,已经实锤了,本来抄袭口碑就很差,现在还搞欺骗这一项,口碑几乎没有了,不过刷的很多差评中,确实是有一些水军的,其实这种差电影本不用刷,但是预售的时候票房很好,也是遭到同期的一部电影的极度,水军基本上是他们买的, 哪部电影就不说了,但说句实话,如果电影不搞欺骗这一项,单单看电影来说,还是挺适合休闲娱乐的,中围几个人说虽然很失望,但是剧情也说得过去,不过欺骗观众,把观众当傻子一样,这是没法原谅的,王子文王子文的剧还是挺多的,他走的也是演员的路子,因为结婚了,所以一些捆绑八卦绯闻并不多, 但是通稿倒是不少,特别是时尚方面,现在也是在积极的拍戏,他一般都是炮等剧组的那种,谭松运,谭松运,现在的资源很棒的,在谭一个很不错的翻拍剧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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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